这里就让我想起最近读了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关于基因学的研究 它上面就说 其实基因学真的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 基因学可以很好地解释 为什么同样的人 就是同样都是人类 做同样的事情 吃同样的东西 对有些人来说 他可以长寿健康 有些人却生病早死 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基因不同 我们对每种营养的需要和吸收 以及适应性都不同 所以外源性的膳食补中剂 将不能解决这样个体的产生的差异 但是内源性的 让你的机体可以产生对你的身体 有帮助的物质的 这样内源性的膳食补充剂 才是能够解决我们个体差异 让我们的身体达到最佳状态的 未来的一个趋势 我们的公司以营养基因组学为基础 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我们老师在说营养基因组学 什么是营养基因组学 营养基因组学是研究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质 对机体基因的转录翻译表达和代谢激励的一种科学 它的重要性其实也就在于 它是和我们人体息息相关的 这也是继我们的药物之后 源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个体化治疗的第二次浪潮 这个真正的就是我们未来的趋势 也是现在最热的东西 但是究竟谁能站在这个风口浪尖 谁是领军人 那么今天你们在我们LifeVantage这样 生命优势公司这样的一个平台上 那我们就是这样一批商业机遇的领军人 这里呢是我把这个比较简单的一个slides 把它稍微变得漂亮一点 更好看一点 大家以后也可以用这个第二张 这里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身体状态的对比 前面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都是身体有不适 但是呢又没有特别差的症状 检查身体呢也确实检查不出来 有什么异样的指标 但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是长期被劫持的状态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亚健康的状态 那么什么叫被劫持 被劫持就是控制某物 并将其用于破坏性的目的 也就是说长时间你的身体的不舒适状态 最终将会导致一个破坏性的结果 那我们如果能够在早期进行干预的话 我们就可以避免这样破坏性的结果的产生 这里他说其实我们7天24小时都处于被劫持的状态 确实是这样 我们想一下就是说即使我们的身体休息下来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也得不到休息 我们在想各种各样的外在的内在的压力 还有外在环境的变化 我们饮食中的各类毒素 饮食中营养的缺乏 甚至于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这些电子器械的辐射 还有很多我们身体觉察不到 但事实上对我们来说也是过敏源的一些物质 这些物质无时无刻的 包括我们呼吸和吃饭 这些也都在产生氧化应激 所以我们的身体客观的来说 真的是7天24小时都是处于被劫持的状态 那你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是不是觉得应该做一些事情来进行干预 积极的干预 那这里呢 我们公司为您提供的解决方案 我们称为生物反劫持 我们可以让自己更好地掌控自己的身体状态和情绪状态 甚至可以优化我们的基因潜力 让我们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 你变成多么多么好 不敢说 但是呢 可以在你自身的身体和基因条件上 做最好版本的自己 我们公司所做的工作呢 也是利用营养基因组学的研究 告诉你怎样通过补充营养物质 和自然界中的物质 来积极的影响你的基因表达 好 这是我们说的 我们的身体处于被劫持状态 为什么我们要生物反劫持 刚才我们提到 我们公司不但是一个为您提供健康平台 健康的这样一个平台 同时也是为您提供财富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纵观一下我们公司的几个产品的系列 第一个系列呢 就是我们拳头产品系列 Protandum 有NRF1还有NRF2 他们呢 是现在在有3000亿的市值 等于是在抗衰老的这样的一个 范畴之内 但是呢 却是最顶尖的 因为就像我之前介绍的 我们其实是内源性的膳食补充剂 不同于市场上的单纯的补充某种抗氧化剂 那其达到的效果也是不可拟比的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护肤品 护肤品呢 现在是占到了1200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值 宠物关爱 宠物关爱呢 可以说我们Life Vantage是做到顶尖的第一家 那现在也有670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值 能量饮品充斥 各种能量饮品充斥着现在的市场 它有500亿这样的一个市场价值 另外体重管理系统370亿 那加起来呢 就是5000亿的市场价值 等着我们去开发 那有这么大潜力的市场 我们没有理由不涉水一室 接下来呢 进入的这个篇章呢 就是对于我们公司产品的一个介绍 首先当然还是我们的旗舰产品 拳头产品Protandum 我们又称它为NRF2 NRF2呢 是一种纯天然的素食的膳食补充剂 简单的说呢 它的效果是什么 它是唯一一款临床验证 可以在30天内减少氧化应激 40%的膳食补充剂 就说现在市面上 我们是唯一的在人体上做过实验的 一款膳食补充剂 而且是在短短的30天内 有些人可能效果会更明显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最基础的一些知识 氧化应激 是人体健康的天敌 它是数几百种疾病的罪魁祸首 那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把氧化应激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自然而然的 我们的身体就会往最佳的状态攀登 第二它可以支持细胞自然修复和再生的过程 第三来自于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报告称 我们的pretendum 这个是完全是第三方的国家级的研究机构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他们将我们的pretendum拿去做了实验 证明pretendum可以将雄性哺乳类的平均寿命延长7%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发达国家 人均寿命是84岁来看的话 是不是七八五十六 可以将人的寿命延长5到6年 这5到6年 我们的目的是健康的活着 这里呢 说雄性哺乳类 那天我们还在开玩笑 说为什么这个在雌性身上 这个寿命延长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因为本身我们女性女同胞 好像寿命平均寿命就是比男性要长5到8岁还是几岁 如果我的数据正确的话 那这样一看的话我们就正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 这个消息当时一公布的话 我们的股票马上飙升在那天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数据 更何况它是来自于国家级的研究机构 纯第三方的一个数据 那接下来呢 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这么神奇的一款药 我们称它药 其实是膳食补充剂 口误 究竟是由哪些成分组成的呢 其实很简单 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地使用这些成分 这些成分呢都是在我们亚洲的古老医学 包括中医包括印度的古老医学当中 使用了上千年两千年三千年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我们也都是大家很熟悉的 只是它们以不同的比例做成我们这个小黄片的时候 就可以发挥很神奇的作用 第一大家都知道是绿茶 绿茶的作用 我们中国人都很清楚 不用我在这里赘述 第二是奶极草 奶极草呢已经在欧洲用了几千年了 大家也知道 奶极草它被公认为是可以激活肝脏蛋白的再生 恢复被酒精和病毒破坏的肝脏细胞的活性 因为我之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我去冲绳旅游 冲绳呢当地的人 他们冲绳的文化 其实跟我们中国的文化非常像 有些人他们也有这个酒文化 但是当地的人呢就是说 好像肝脏问题并不是很多 然后我就去这个市场上 去那个市场上跟当地的人就是聊天 然后他们就是说 我说这个结酒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 他们基本上每个人都是把这个奶极草 提纯的这个奶极草这个小片片 就说这个东西是最好的 都是提到这个东西 所以确实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 奶极草对肝脏的这个重要性 大家都是公认的 接下来呢就是印度人参 印度人参也叫南非醉结 它是被公认的具有强抗氧化能力 及强免疫力的药物 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改善睡眠质量和增强记忆 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很多的使用者会反映 服用了以后我的睡眠质量确实提高了 那是因为是有一些很有效的成分 在你的身体里起了作用 接下来呢就是甲麻指线 甲麻指线呢在传统医学当中是用于癫痫和哮喘 同样呢它也可以有增强记忆力 现代科学当中呢大家也用来 就是治疗 就是一些炎症 也是大家公认的 那么姜黄素 姜黄素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 都被应用了几千年 中医我们当中描述 我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医生 也都知道姜黄的主要功能呢是 破血 刑气和止痛 那么现代科学也研究出了 其实姜黄素还有抑制炎症反应 抗氧化和抗风湿这样的一些功效 那么我们的 Protendum 其实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 最基本的几种常见的 中草药 配方而成的 是因为它的混合比例 是有11项专利 我们后面可以提到 才可以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发挥神奇的作用 那么我们在考察一个公司 一个产品的时候 首先 这个产品的科学性 是我们首先要考察的 因为如果这个平台再好 那么它的产品不过关 那么肯定也不是我们想要考虑的 一个商业机会 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的Protendum 普天登产品 是有一个强大的科学背景的 我们有超过20项的 第三方的科学评审 而且有许许多多发表于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网站 或者是权威杂志上 关于我们产品的一些阐述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真的不是编出来的 真的是 你去任何一个 这些杂志的网站上 输入我们Protendum的 这样的一个名字 你都可以找到 相关的产品的阐述 和为之所做的科学研究 我相信如果你拿到市面上的 任何一款产品 来做同样的调查 如果你可以找到同样数量 同样重量级的 可以和我们媲美的产品 是很难的 所以这里我鼓励大家 用我这里给你的数据 上网去自己做一些调查 看看这个产品 它的科学性究竟有多大 那科学性 是我们首先要考察的 接下来我们要考察的 就是我们产品的有效性 有效性用什么来说话 有效性用回头率来说话 我们LifeVantage公司 对我们的产品 在过去的三年内的数据 做了一个调查 在我们的亚洲国家 亚裔系统当中 Pretendum的重复购买率 达到了90% 90%以上的重复购买率 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数字 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有一点反应 因为90%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想象一下 你卖一个产品 给一个人 那他有90%的几率 还会回头来向你买 这是不是一个很震撼的数字 我记得前两天 百明老师吧 好像是 发了一个马云的视频 这个视频我之前也看过 但是他这个 等于是把我的记忆又带回来了 马云就说 他跟李嘉诚的一个对话 是吗 李嘉诚是说 你做生意怎么成功 做生意成功 就是你手上要有一个 回头率高的拳头产品 天塌下来 别人都要买的产品 那我觉得 我们LifeVantage的Pretendum 就是这样一款拳头产品 它确实是一个 天塌下来 人都要用的东西 谁不想年轻 谁不想健康 谁不想长寿 那么在这一瓶东西里 我们就将这三个问题 都解决了 而且我们的 确实在后面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售价并不高 比你成把成把的吃维生素 在身体里不能消化来说 这种内源性的 抗氧化剂 内源性的膳食补充剂 就是未来的趋势 就是我们应该服用的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用上的 不单单是这些 我们还有很多的 诸多的第三方大学的科学验证 这些科学验证呢 包括对肺部的验证 人类冠状动脉 以及皮肤癌 还有过氧化青霉的感应 还有口腔环境的影响 真是涉及了身体的各个方面 最近其实我这里还有 另外的两个大学的科学评审 我这里没有加上去 因为时间有限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作为一款膳食补充剂 大家明确我们是膳食补充剂 并不是药品 被这么多的大学 被这么多的医疗机构 被这么多的国家权威机构 进行研究 而且都是跟相关的病征 相联系的这些研究 我相信没有一款膳食补充剂 能够做到这样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认真地研究一下 每个大学对我们这个 Protendum 以及诸多疾病的 这个关联性的影响 我们绝对不说 我们可以治疗某种疾病 但是如果大家去读一下 这些相关的研究的话 我想你真的是可以给身边的亲人 朋友和家人造福的 刚才我们提到了 我们的产品是有11个专利的保护 这里呢 我只是列出了美国的一些专利 同时呢 也被美国的诸多的主流媒体 进行报道 ABC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Today Show 这些都是美国非常主流的频道 和美国非常权威的 这样的 电视节目 在进行报道 那么同时呢 我们的产品 也通过了美国净药物组织 对营养保健品 无毒素的官方认证 那么一款产品 除了科学性 有效性 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吃到肚子里的东西 你要保证是安全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地吃 因为我们这里有 美国的权威机构 对营养保健品无毒素的官方认证 另外呢 我们还有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 对产品的安全标准的 定期抽检的认证 反兴奋剂组织的认证 它已经成为了免检产品 也就是说你把这款产品 说得这么好 它究竟是不是安全的 那我现在告诉你 奥林匹克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个运动员 都可以服用的产品 那么我来问一问 是不是 它是不是安全的 它已经是免检产品了 所以它是绝对 不含伪金物质的 特别是像很多现在 一些公司在用的 像激素类的产品 我们是绝对没有的 那么和那个 Pretendum NERF2的天然搭档 这里呢是NERF1 NERF1呢 我曾经问过我们的经销商朋友 我说如果说 大家都知道 NERF1和NERF2 是一对很好的搭档 那如果说NERF2 是帮我们的身体 清除自由机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 那NERF1呢 就是给我们的线粒体 补充能量的一款 很好的产品 大家都知道 线粒体是被称为 人体的发电站 那这样一个人体的发电站 它的能量供应不足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 你是不是会经常的感到 乏力 烦躁 思考能力下降 就是你会感觉 哎呀 我是不是真的老了 你也说不上哪儿不舒服 但是就觉得体力的下降 那我们NERF1的作用 就是来帮大家改善 线粒体的功能 而且会提升ATP的功能 ATP的功能是什么 ATP被我们称作是 能量转换货币 因为你吃进去的脂肪 你吃进去的食物 想让它转换成线粒体的能量的时候 是必须来通过ATP完成的 所以这是我们NERF1在起的作用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 NERF1和NERF2 是一对天然的搭档 你在一起使用的话 会有很好的效果 那么我们NERF1 又有哪些成分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吃到肚子里的是什么东西 大家请稍微等一下 好像我这边噪音比较大 我去看一看是什么问题 我这个计算机有什么问题 大家稍等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耐心啊 刚才确实特别吵 要把那个技术问题解决一下 那这里呢我们谈到 那NRF1到底是哪些的主要成分 大家要知道 知道肚子里的东西是什么 对吗 首先呢是硫心酸 硫心酸呢 其实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化学物 它确实也是一个化学物质 它其实是天然就存在于 我们线粒体的一种辅酶 它就是类似于维他命 可以消除 导致加速老化与治病的自由基 另外呢 还有我们大家都熟知的COQ10 COQ10呢 它是抗自由基的氧化 能够有效的抑制线粒体的过氧化 并且参与ATP的合成 所以COQ10对我们来说 也非常的重要 而且COQ10也被特别普遍的 用于预防心脏方面的疾病 接下来呢是胡皮素 胡皮素呢 它主要就是来自于 樱桃 茶叶 红洋葱 覆盆子 月菊这些比较普通的食物和果物当中 那胡皮素呢 作为最常见的黄铜类的化合物质 它有多种的生物活性 可以抗氧化 在癌症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方面呢 都引起了很大的重视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左旋肉碱 左旋肉碱我们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因为它最终呢 最初是被广泛的用于 就是脂肪燃烧减重这方面 那它呢 其实为什么呢 其实它的作用呢 就是说 能够使脂肪转化为能量的一种氨基酸 它可以帮助你 将你吃进去的脂肪 还有身体中的脂肪呢 把它转化成能量 红色的肉类 其实是我们左旋肉碱的主要来源 所以它对人体的经过验证 是完全无毒副作用 当然你所有东西都有一个量 有一个限度 那你过量了肯定也不行 那它是脂肪代谢的非常关键的物质 它能够促进脂肪酸进入线粒体 进行氧化分解 那最后一个要提到的成分呢 就是我们的 它其实是葡萄的提取物 这个葡萄提取物 大家都知道 也比较熟悉 它有改善心血管的循环 抗衰老 增强免疫力 这样的一些保健的功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是我们NRF2当中的活性成分 这些成分是不是我们人体都需要的 所以了解一款产品 你要了解这个产品当中的成分是什么 它的作用是什么 那它在一起协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又是什么 所以以上呢是我们说到NRF1的 我们的主要的成分是哪些 好 其实呢我们刚才说了 除了抗衰老这个系列之外呢 我们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体重管理 体重管理里面呢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益生菌 益生菌呢它有显而易见 是一个比较普及的一款保健品了 它有支持消化系统的保健的作用 另外呢它还有助于改善 你和大脑肠道之间的这个紧密的通信 可以向你的大脑发出保护的 这样的一个讯号指令 你就可以马上停下来 把那些不必要吃的脂肪和那些垃圾食品 马上就可以停下来 另外益生菌呢 其实作用远远不止这些 益生菌还可以帮助你建立有效的免疫系统 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 特别是对一些过敏的人群 如果你可以定期的服用 定量的服用益生菌的话 真的是可以让你的过敏现象豪转很多 那么我们生命优势公司的 这个益生菌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是拥有缓释的专利技术的 大家知道你这个肠道当中啊 是有很多的物质 就是它是帮助消化的对吗 这是好的事情 但是同时呢 就是你吃进去的益生菌呢 它也就是让它因为肠道这些酸性的东西 像消化液 会让你的这个益生菌呢 很快就失去活性了 就是它在你的肠道环境当中 是不能存活的 普通的没有 我们现在我们LifeVantage公司用的 那是缓释的专利技术的 这样的一款益生菌 那么普通的益生菌 其实它的存活率只有4% 但是在我们LifeVantage公司的 有这样缓释技术的益生菌 它有60%的生存率 对吧 是高出了56% 比同类产品高达15倍以上的益生菌 可以进到你的肠道当中去 所以大家看一下 你花同样的价钱 那么真正对你身体有益的 又有多少 可以做一个衡量 因为我们有这个缓释的专利技术 还有Omega加 Omega加呢 也是我们新出的一款拳头产品 Omega这个东西 确实是每个人也都需要的 特别是它在心脏 皮肤健康 支持认知能力 支持健康的免疫系统 这些方面都起着很大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哈 就是在这个挪威 还有阿拉斯加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的人 由于天然的这个条件 不允许他们种植很多的蔬菜 所以他们根本就是 常年就是吃不到蔬菜的 但是却下下相反 这些人从来都不得 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 血液方面的疾病 为什么呢 大家就做了研究 为什么就从他们的饮食上 进行研究才发现 因为他们大量的吃鱼 这些深海的鱼 这些鱼当中呢 就含有了非常健康的DHA和EPA 也就是我们Omega3含的 当然我们这里还叫Omega加 不单单是Omega3 含的这些成分 就是它非常有效的 支持了他们心脏的健康 还有血液的健康 然后我们的Omega加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还含有Omega7 Omega3 然后绝对不含Omega6 然后我们的这个鱼油是纯的 里面没有任何的填充油 市面上的很多的鱼油产品 你看看是一个颗粒 里面是饱满的油 但实际上它真正里面 有效的这个成分 并不全是 它有些是大量的填充油在里面 另外呢 我们也含有了这个 800个国际单元的 维他命D3 为什么维他命D 对大家很重要 当然我们这个含量是非常的小 不是你一天的这个剂量 维他命D呢 最近是被科学家发现 跟许多的比方 特别是肠癌 就是长期缺少 维他命D的人群 特别容易得肠癌 所以我们特别是女性 我们30岁以后的女性 真的是这个骨骼的 维生素D的这个 下降程度非常的大 所以维他命D 我们也是需要补充的 那为了避免大家一把一把 没有用的吃这些维生素 花更多的钱 我们干脆就把这个维他命D 和这个Omega3 做成了同一款产品 降低了大家的这个成本 同时呢 也避免了大家大力的去吃药 大把的这个吃膳食补充剂 但同时呢 又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想说一下 那既然这个Omega3这么好 它究竟好在哪 那我们公司的这个鱼呢 全部都是来自于 阿拉斯加和挪威的 野生的鱼 这些鱼呢 是可以追溯到 每一艘打捞的船的 所以我们的鱼油 真的是高质量 大家经常会跟我说 我说鱼油你要吃上 他们说 哎呀这东西我不能吃 因为这个好像味道特别大 我说那你肯定没吃对 我说真正好的鱼油啊 真的是没有味道的 你是吃不出这个腥味的 除非它有很多鱼油 是用这个 这些下脚料的东西做的 但如果你真正是 鱼肉的好的部分 做出来的鱼油 是没有味道的 你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还没有尝试过 我们公司鱼油的朋友们 可以去尝试一下 它真的是没有味道 非常纯的一款产品 那接下来呢 就是说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现在的一款 明星产品 活力套装 活力套装呢 现在在我们的自动订货率 非常之高 为什么呢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说 一个套装解决了你身体的 大部分的问题 减少氧化应激 因为我们是有NERV2 促进线力体的生产 改善你身体的能量状态 那这是我们刚才说的NERV1 然后可以支持健康的 微生物系统 免疫力系统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益生菌 支持健康的大脑功能 支持心脏功能 那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鱼油 那这一个活力套装 就囊括了所有的产品 真的就是 你一天就是一杯咖啡的价钱 如果你真的订这个活力套装 一天就是一杯咖啡的价钱 你就可以让你的身体状况 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大家就是说 在很多方面这个钱都花了 这个钱可以花在任何地方 但是就是觉得 我是不是能够在这儿省点 那儿省点 最后其实要付出代价的是 自己的身体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真的是得不偿失 然后我现在隆重推出的是 我们的XCO XCO是我最喜欢的一款产品 我到任何地方 我自己 就是 真的是 大家经常见我的人会知道 我的包里是 XCO不断的 你要什么口味 要多少 我都有 我是每天都喝XCO XCO对我个人的 影响特别的大 因为我是有偏头疼 比较厉害 XCO自从我就是说 持续不断的开始用它以后 我基本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偏头疼的问题 当然我并不是说 XCO有治愈功能 我只是我个人的一点 小小的分享 为什么呢 就是我特别有激情的 跟大家说XCO这个事情 因为在XCO还 因为我在公司时间也比较久 所以XCO还没有面试的时候 我们就做过一个 市面上的能量饮品的调查 当时我们给XCO 确实是定位成了能量饮品 但是它的作用 远远超过能量饮品 也不是市面上的那些 用简单的糖 加点维生素 这个咖啡因 然后弄点那个泡沫 这个气泡 跟这些完全都不是一个档次 不可以同日而语的一款产品 这个XCO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是叫它 Smart Energy 聪明的能量 它确实是聪明的能量 我跟大家说XCO的时候 我自己就特别激动 所以要有激情去分享产品 它的功能是增强神经地质功能 还有大脑对压力的抵抗力 另外还可以减少精神疲劳和脑雾 增加你积极的情绪 就是你用了XCO之后 人都会变得比较乐观 它是一种非常清洁的 低热量的 低碳水化合物 纯素配方的一款产品 也是经过了BSC的批准和认证 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有保障的 我们绝对不添加人工色素 人工香料和人造甜味剂 不添加糖 使用的是无转基因的 也没有肤质 有很多人对肤质过敏的 或者是有糖尿病人 这个产品XCO 它们都是可以服用的 我们XCO是分两款 是一款含咖啡因的 还有一款不含咖啡因的 口味上我们有绿葡萄 樱桃 火龙果 还有红莓 西柚 这样几种特别受欢迎的口味 都是真的非常的清爽 好喝 对我们亚洲人来说 又不会过甜 是一款非常好的饮品 就是说 如果你上午需要一些咖啡因的时候 可以喝咖啡因的 那下午呢 人可能还是有一点失睡的状态 但是呢 你也不想喝咖啡因的话 那不含咖啡因的这几款 也可以带来很好的效果 所以XCO真的是 我特别极力推荐的一款产品 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应该用上的一款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与其说你去喝那些不健康的饮料 不健康的能量饮品的话 还不如简简单单的冲一个XCO 这样来的方便和健康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XCO是这么好的一款产品 那我们首先要从它的 ingredients 它的成分来看 那么XCO当中呢 它是含有一些少量的维生素B3 维生素B3呢 它其实是帮助身体 从食物中获得能量 而且可以调节你的胆固醇 还有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 形成代谢 像我们经常出现的舌疹呢 还有一些消化系统上面的问题呢 很多都是缺少维生素B造成的 那除了维生素B3之外呢 我们还有维生素B6 这个含量也是不多 很少的 维生素B6呢 它可以健全免疫系统 代谢蛋白质 而且呢 可以帮蛋白质转化成身体所需要的养分 同时呢 可以协助大脑和神经系统 所需要的能量的供应 所以你看这是维生素B群 我们首先是有 还有维生素B12 维生素B12呢 是维护神经系统的健康 促进红血球再生 也是帮助这些 蛋白质糖类和脂肪 帮它转化成能量 所以是起这样的一个作用 还有很多就是治疗神经 神经类疾病的药品当中 也是含有维生素B12 但这些含量都是很少 在我们XO当中 另外呢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分是鎂 大家都是觉得 鎂呢 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呢 是被称为巨量元素的 鎂是寄 如果我记得 我们这个线上有很多的医生朋友 有医学背景的朋友 如果我说错了 欢迎你后来纠正 我记得鎂好像是寄什么钙铁 还有一个什么物质之后的 我们人体最需要的第四大元素 如果通常我在没读过那篇文章之前 我一直觉得鎂是一个微量元素 其实还真不是 鎂呢它是我们的那个 骨细胞结构和功能 所需要的必须的元素 它是特别的重要 我读了那篇文章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其实对鎂的摄取量 可能真的又是不足的 它是数百种生理反应的重要的催化剂 对这个细胞呼吸极为的重要 而且它还可以参与蛋白质的合成 也是氨基酸活化所必须要的一个物质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含鎂 可能真的是解决了我日常 这个鎂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另外呢还有一个物质 是叫DMAE DMAE呢它是主要的功能呢 是改善记忆能力 学习能力 促进睡眠 可以平衡情绪 改善体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物质对我们来说 也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是绿茶 绿茶是我们这个XCO当中含有的 这也是我们XCO当中 咖啡因的来源 主要来源 另外呢还有茶氨酸 茶氨酸呢它的作用是 提高能量水平 减小压力 和咖啡因一起使用的效果最佳 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XCO的一个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它不像我们普通 我们饮用的这个能量饮品 它会将你的情绪提到最高 这个普通的能量饮品 大家如果喝过的话 一定有我这样的体会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上大学的时候 赶问闻的时候 那确实喝了好多能量饮品 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在我喝完半个小时之后 可能两到三个小时之间吧 我是极其的嗨 情绪非常的高 然后就是都到了有时候 可能有点发抖的这个状态 但是一旦就是这个过去了之后 这个劲儿过去了之后 我整个人都垮下来了 就是你想睡觉吧 你觉得非常的疲劳 但是呢 你躺在床上又睡不着 因为你的大脑在不停的运转 但你身体又特别的疲劳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 大家可能喝过能量饮品的人 比较敏感的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那这个茶氨酸和DMAE 跟我们的能量饮品一结合之后呢 它就会加上我们又不含糖 我们用的是天然的田叶菊 是不含糖的 所以它不会让你的精神 达到一个顶峰 然后马上垮下来 等于说这个DMAE和我们的茶氨酸 就是很好的和这些物质 进行配合之后 可以让我们非常积极的快乐的 这样的精神状态得到保持 但是同时呢 又不会让你的这个精神 有一种垮下来的感觉 所以这是它的巧妙之处 另外呢 还有这个狐皮素 狐皮素呢 是以抗氧化功能而闻名 也是有助于促进细胞的保护 之前可能在我们的NERF1里面 也有这样的一个成分 狐皮素 我后来查了一下 我才知道 其实我们经常 就是在中国建到那个槐树 那个槐花当中 也是含有很高量的这个狐皮素的 接下来呢就是蒙特雷松树皮 它也是帮助支持最佳的脑力反应 那田野菊主要是因为这个喝起来味道还是很好的 但是呢它是天然的甜味剂 不会引起血糖的波动和情绪的波动 所以大家看一下 你从市面上的任何一款能量饮品 不管是从价格上 还是从作用上 机理上 还有从成分上 大家都来明明白白的做一个比较 我们的优势就特别的明显 就是说 如果市面上的能量饮料 可以卖的这么火爆的话 我们的XCO真的是没有理由 不让每个人都知道 没有理由卖不出去 没有理由不火爆市场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每个人都背着XCO 出去跟朋友跟家人跟需要的人分享 真的这款产品非常的好 我是现身说法 非常想让大家用上它 接下来呢就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的减重系统 这个减重系统是怎么来的 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故事 为什么说大家得去参加EA呢 参加我们的这个经营学术交流会公司的这些活动 除了第一线的有用的信息 还有特别好玩的信息 这个信息呢 其实是我们的CSO CSO我们的 Justin Rose他在这个大会上 面对着四五千个人说的 他说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体重管理系统是怎么来的 大家就在这扬着脸 就是没反应不知道 然后他说你知道吗 就是他说大概三年多之前 我刚刚加入公司的时候 我和我们的CEO Darren Johnson走在路上 就被一个经销商拦住了 经销商给我们特别热情的拥抱 然后列举了诸多我们对他们的帮助 然后最后说一个 因为这个经销商是个女士 年纪比较大了 就对那个像妈妈一样 对这个Darren Johnson说 说你能不能稍微减点肥 就是说如果是你是在代表一家健康的公司 那么你个人的形象也很重要 所以Darren Johnson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下定决心 要研究出一套对身体有益 可以合理的控制体重的这么的一款产品 这就是我们Physic系统最初的诞生 那么Darren Johnson明显的 他也是这款产品的受益者 那我们公司的许许多多的人 也都是这款产品的受益者 更不用说我们的经销商 当然选不选择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是个人的选择 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的评判 只是说如果你对自己的身体和体型 有一些要求的话 那么这款产品应该是你的首选 第一呢我们是有一个七天排毒 排毒呢它是在支持身体的一个自然排毒的过程 只有你的身体干净了之后 你才能够很有效的吸收这些产品 很有效的吸收健康的营养素 那么益生菌 毋庸置疑它会帮你大脑传递这种饱腹的讯息 可以支持肠道的微生物群 那么燃脂这个fat burner 它可以提升你身体的新陈代谢 让你呢慢慢就是形成一种强脂肪代谢的体质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说 为什么个体化的差异这么大 有些人就是喝凉水都泡 有些人是吃什么他都不泡 所以这是个人的体质不同 他天然天生他这个新陈代谢就会特别的慢 所以呢我们的燃脂呢其实就是这些自然 我们全都是天然的哈这个物质 去帮你形成这个脂肪代谢的这样的一个体质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一款蛋白粉这个产品 这个也是我每天早上都喝的 蛋白粉的好处呢就是说真的特别顶饿 另外呢还帮你塑造肌肉 人有了肌肉之后啊 你这个体质才会变成特别易消耗能量的体质 因为脂肪它是不消耗能量的 只有肌肉才能消耗能量 当你通过这个蛋白粉的服用 让你的肌肉build up起来之后 你的体质才能慢慢形成不易胖的体质 那么当然任何一款产品 你都是要配合健康的饮食和锻炼 那这个体重管理系统呢 它是其实是可以塑形 让你保持健康自信还有魅力 我们有无数的经销商已经通过这款产品 找回了自信和魅力 它可以有效的减少腹部的脂肪 减少腰围 减少臀围 还有脂肪的分解 另外呢 我是对所有用上这一套产品的人来说 我又是给他们推荐 我说一定要加上XCO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一款产品 减重产品 它都需要你配合运动 当你这个人的这个感觉精力不支 体力下降的时候 它的运动时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这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就是说 好像哪天饮食吃的对了 我们就特别有劲 跑不跑40分钟 50分钟 体力就还特别好 但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 这个就是短时间的运动 就让我们上气不接下气 觉得运动的过程很痛苦 坚持不下来 那么 如果你用上XCO之后 你可以让你的大脑保持积极的状态 体能也是一个积极的状态 本来30分钟的运动 你可以做到一个小时 都还觉得精力饱满 所以如果可以配上XCO 来试用这款体重管理系统的话 效果会非常的明显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建议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护肤产品 我看到线上的伙伴 一个都没有少 我特别的感动 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比较 比较枯燥的一个过程 大家还没有离开 我非常的感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护肤系列 我们的护肤系列呢 其实也是涵盖了 NERF2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它可以增强皮肤自身的保护屏障 让我们的皮肤呢 看上去更年轻 这款护肤品呢 其实是我们的Dr. Fifi 结合了日本的一些技术 专门为亚洲人 所以特别适合我们亚洲人的皮肤 那么我们的临床实验 也是选了65个 在日本的一个临床实验机构 选了65位 30岁到65岁的女性 来对我们的True Science 真科学护肤系列 进行了一个临床验证 然后这些 这65个人用了30天之后 用了60天之后 他们87的人都表示 他们的皮肤看上去更年轻了 94%的人都表示 肌肤的触感更光滑了 88%的人都感觉到 肌肤更有光泽和活力 95%的人都感觉到 肌肤的补水度是非常的高 而且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 前后对比照 这些前后对比照 都是没有经过PS 或者是在光线变化的 都是在同一个时间 光线不变化的情况下 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前后对比照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市面上这些 零零总总的这些护肤品 我相信我们每一位 对自己有点责任感的女士 甚至于每一位对自己的外形 还关心一点的男士 也都用过不少 冤枉钱也都花了不少 我为什么可以这么肯定的说 因为我就是你们其中的一员 对吧 那用来用去用到最后 true science 就真的是得落实到最好的产品上 用事实来说话 对不对 这个141块美金一个月 四套产品 真的是不贵 而且你看一看 就是其实市面上这些 高所谓的高端护肤品 他们也都有一些市场报告 临床研究报告 你们可以去对比一下 看一看 他们是不是有这么高的反馈率 然后价格上 是不是这么有优势 恐怕一平也要这个价钱吧 对吧 所以true science呢 而且我给大家可以在这里 透露一个秘密 true science是我们公司 利润率最低的一款产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人 特别是亚洲人就会说 哎呀我觉得你们true science 这个包装 是不是可以再高端一些呢 因为大家就是 还是比较认脸 比较认疲 就觉得我们这个true science 的包装非常的简单 没有高端的这个形象 其实我们true science 我们用的是最好的材料 我们的这个true science 瓶子的材料 40%都是通过 可以降解回收的材料 所以我们是本着 对这个地球妈妈负责任的 态度 尽量的简化包装 而且用这个包装呢 是可以降解的 这个材料以后 是可以降解的 所以你在用true science 的过程当中呢 你也无形当中 支持了我们 Earth Friendly 这样的一个公司的理念 所以希望大家 可以支持这款产品 大家来看一下 我刚才提到了一个秘密 就是说true science 是我们公司利润率 最低的一款产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的科学家 真的是不愿意妥协 在成分上 Dr. Fifi他真的是 不愿意妥协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true science 刚才提到 它是有洁面乳 修复柔肤水 眼部精华 还有抗衰老乳液 这些组成的 大家呢 有些人可能觉得 哎呀 我省点钱吧 我就用一个洁面乳 和抗衰老乳液就行了 其他都不用了 那你咱们就试试看吧 那可能就是说 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护肤品和药物 是不能够逆转青春的 但是它可以延缓衰老 但我相信 十年以后 只用截面乳和 抗衰老乳液的人拿出来 不信咱们现在就做一个实验 临床实验 十年以后我们再来看区别 和用四款配套 一二三四这样一款的朋友 再拿来做比较 我们就能看到 这个区别了 大家都都是开车 对吧 我们有车的话 我们也要保养 那么 如果说把我们的身体 比作一辆车的话 那你这些 我们前面提到的 这些膳食补充剂的服用 是在保养你的发动机 让你的机器内部运作的好 那么呢 我们true science呢 就是在保养我们车的外部 让你的车的外观 经过很多年以后 还是可以光鲜漂亮 或者是起码可以维持在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车坏了 你还能换 那我们身体和你的皮肤坏了 你就没有办法换了 是不是 所以如果有好的产品 大家一定要用 最关键的是要坚持用 那我废话少说 来给大家看一看 我也不想给大家读这些 每一个产品里面 究竟都有哪些营养物质 我们都有哪些物质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我前面一再的强调说 这是我们公司利润率 最低的一款产品 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我们的超温和洁面乳 和修复的柔肤水 它们的这些成分 我们是不会在成分和质量上 进行妥协 大家看一下 全都是一些植物的天然的 这样的一些成分 所以我也欢迎大家 可以把我们的产品的成分 还有前面的临床效果拿出去 和你认为好的一些产品 进行比较 其实我一笔的时候 我真就应了那句俗话 不比不知道 一笔吓一跳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我们Life Vantage呢 其实是第一款 利用NRF2激活技术 帮助犬类对抗 自由基损伤的膳食补充剂 这个为什么 其实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Pet Tandem 在刚刚出来的时候 市场占有率 其实不是那么的高 但是后来呢 就突然销量特别特别的好 后来我们就说 这是为什么 其实是因为有很多 在美国有很多驯马师 他们的马呢 都是要进行比赛的 他们就大量的 就是根据马的这个 我们这个大概是 一粒可以给50磅的 一只狗吃 那半粒呢 如果你的狗特别小 就得给它吃半粒 是这样子 那么他们这些 驯马师 这些赛马 是一次给它吃一瓶 一天吃30粒 所以突然之间 就是我们有一些 赛马师的这些 驯马师朋友 加入到我们 金箱商团队之后 这个东西就是销量特别棒 包括我自己的狗 我也是给它在吃 Pet Tandem 它确实我觉得就是 皮毛更有光泽呀 更有活力呀 骨骼更健康啊 敏锐的听力和视力呀 这些我说实在的 因为我不是那只狗 我也体会不到 它皮毛有没有光泽 反正洗个澡 就更有光泽了 对吧 它活力快乐 它原来也挺有活力的 这个健康不健康的骨骼 这我也看不见 但是我最大的 我的狗 我给它最大的反应是什么呢 它确实是 自从服用了这个Pet Tandem之后呢 它Recover的能力变得特别强 比方我的狗 它真的是一个麻烦重重的狗 我的狗被响尾蛇咬过两次 被其他的狗攻击 逢针 起码两到三次 然后 还有诸多啦 然后就是 从那个门里蹭出去以后 把肚子上刮了一个大口子 就是诸多麻烦 它都遇到过 但是它的Recover啊 就是一个星期 它就Recover了 就完全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 这个 他们那个宠物医院的人 跟我当然也很熟 经常光临 就说你这个狗的 这个Recover的能力 确实是很强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 我的狗在吃这个东西 然后 然后他就说 这是个什么东西 我说是我们的 那个Pet Tandem 然后他说 哎呀下次你来的时候 你一定 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产品 能不能拿来 给我们看看是什么样子 怎么怎么的 我说我下次真的就不想再来了 哈哈 就是所以说 你看 不管你到哪儿 我们的产品 你都可以分享 就这么一个喂狗狗的东西 你都可以去分享 它不单是给狗用 它赛马师也在用这个产品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给我们产品的一个归总 那么我们就是说 主推的现在是活力套装 活力套装 然后护肤品 Pet Tandem XCO 体重管理系统 这个是我们主要的几款产品 我们也会有经销商会说 你们的产品线这么短 不太好赚钱 当然这个是相当纪念的经销商 才能说这样的话 我同意 我同意是这样的观点 但是我觉得相对于那些 盲目的扩充产品线的方法来说 我觉得像这样 有着坚实的科学背景 每一款产品都保证安全 有效 然后在我们的经销商 和消费客户当中 建立起坚定的信誉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吧 如果以长远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每个人这些产品 大家你仔细想想 是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需要的 护肤品谁不需要 抗衰老 对吧 谁不需要呢 有狗狗的家庭 有pet tandem 那energy drink 真的是每个人都需要 体重管理 就是你不用体重管理 那你益生菌 蛋白粉 这些东西也是需要的 定期的清肠 我们也是要的 中国人常说的壁骨 这个壁骨不就是清肠吗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个 清肠的这个产品的话 就是七天 真的可以让你的身体 恢复到不一样的状态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几个产品系列 在这个平台上 最大的好处 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不但身体好了 最重要的是 有了健康的意识 有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因为你每天都跟这些健康的元素 在打交道 你希望在我们的产品进行销售和推广的时候 更多的我们要推广的是一种 健康的生活方式 未雨绸缪的保健意识 这两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这两个才是真正能够把客户 吸引在你周围的一个要素 接下来呢 我也希望能够有时间 把总结出来的一套 怎么样维护客户 这样的一套方法 希望能够在我们的例会上 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也希望我们的经销商老师们 也能够把他们的秘诀拿出来 跟我们一起分享 这是我们看的几款产品的价格 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价格上 我们是非常的有优势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谈一下公司历史 大多数在线上的老朋友 可能都比较了解 那么还会有一些新朋友在线上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公司的历史 最早呢 我们的产品呢 其实我们公司是成立于2003年 是在整整15年之前成立的 那么呢 我们的产品呢 就是在普通的 卖维他命保健品的 这样的店里面进行销售 可想而知 这个销售量非常的差 为什么呢 因为有多少个人 可以把这种内源性的 膳食补充器的作用 说得清楚呢 对吧 当你店里陈列着 成千上百个产品的时候 店员也不可能 把每一款产品的 效用解释得非常好 那么大家都有一个心态 如果我在认为 这一款产品 起到同一种作用的时候 我自然而然的就想 那我能省个五块钱 我何不省个五块钱 去买那个便宜的呢 因为他们都是被陈列在 抗氧化这个货架上的 那我肯定要选便宜的买啊 所以我们的销量 真的特别差 差到什么程度呢 在这里就不露窃了 露窃一下吧 因为都是我们的新朋友 老朋友 我们一个月 在一个店里 只能销售1.5平 per tandem 这么好的产品 这全公司的管理层就在想 这个1.5这个数据 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怎么能想办法 把这半瓶销出去 就算你想办法 把这半瓶销出去 一个店也只有两瓶产品 这不是把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逼进了死胡同吗 必须要改变 然后呢 我们就在2005年的时候 改变了销售方式 改成了现在的 由经销商 我们经销商作为销售渠道的 网络直销这样一个方式 也是在整整13年之前 然后这一下子 就被广为传播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看大家花晚上的时间来听课 大家就是特别研究产品 研究公司 研究优势 研究不同 那他就可以 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比那个店员 要成千上百倍的好的解释 这个产品背后的科学 解释它的效用 并且可以很好地跟你的客户使用者沟通 来自于其他客户的使用效果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的产品就一下子火爆了 销售我们蹭蹭蹭蹭蹭 直往下上 更可喜的是 我们的产品引起了ABC的重视 并且做出了追踪报道 所以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情况下 我们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吧 这样的一个想法在背后的话 我们才成功地实现了 现在的网络营销的模式 那么我们呢 也是现在我们的股票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我们是一家上市公司 所以我们的数据都是非常的透明 大家如果想了解公司更深入的情况 或者你对我们的股票有兴趣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investment report 都在我们的公司网页上 所以公司呢 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急速的上升期 加上呢我们这个公司的领导层和管理层 我们的领导层加起来在这个 网络市直销这个业界 有一百多年的经验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 在一些诸大的公司都是有很多的经验 所以能够给我们的经销商呢 带来最好销售的符合市场规律的产品 同时呢也可以帮大家建立最行之有效的 培训系统和销售系统 当时呢就是下面还没有加这些国家的时候 我就在这想我还这里面真有几个旗子 我真不知道是哪的 后来我就去问我女儿 我女儿倒是都答上来了 所以就是说这是我们大家看到上面这几 上面这 这是几十四个国家 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些国家落地 运用的呢是我们的网络直销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上面的这十四个国家 那下面的这七个国家呢 是目前只有客户的这些国家 如果你在这些国家当中都有一些联系的话 那你可以把产品销往任何以下的这些国家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么低的投资门槛 你可以做国际化的生意 而且呢说实在这里面的大多数的国家 市场还是很空白的 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机会 可以把这么优秀的产品推广出去 接下来要说的呢 可能暂时跟我们的中文市场的关系还不是很大 这是需要我来努力的地方 之前都是大家需要努力的 这里是需要我来努力 作为我们公司的行政和为大家服务的中文人 那个中文方面的行政 我需要为大家服务的地方 我们公司呢刚刚出了一个APP 就是我在主持这个APP会的时候呢 我就跟经销商们说 我说其实吧 这个APP真的是一个特别聪明的生意上的助手 它可以自动的把你的联系 把你的这个电话中的人的联系方式 download的这个APP当中 而且这个APP当中呢 会有很多的video 跟我们的公司的产品呢 促销啊相关的一些video 你可以发给你的潜在客户 现有客户 还有下线的这些领导人 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而且非常的smart 所以呢我是希望近期 近期有点夸张 可能能够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有一个中文的版本 让大家真正的有一个生意上的小助手 这个确实这个APP我看了之后 我就是觉得 它可以这么的聪明 就是有很多的数据反馈 而且呢就是说 根据你的上一步的行动 它可以预测你下一步需要做什么 然后就可以告诉你 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非常的smart的一个助手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 个人的一个网络 这也是为什么 我经常会说 如果一个经销商客户不活跃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还不如转成 优惠客户 或者是取消账户 日后呢就是说 你可以在加入的时候再加 因为公司 说句心理话 每维护一个经销商账户 我们都是有很多的成本在里面 所以你看这些网络的维护啊 还有数据的维护啊 这些都是公司很大的一笔成本 所以我也是希望如果你已经加入了 状态不是很活跃的话 希望能够大家能够活跃起来 这是我站在公司的角度上 还有我们现在 大家如果经常上去订货的朋友 一定发现了 我们的这个shopping 是不是流程更加清晰简练和方便了 这个客户体验 特别是网上购物的客户体验 特别的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呢 是当您把一个客户 介绍到您的个人网站上的时候 他们有非凡的这个客户购物的体验 这样的话呢 他们就回头率会越来越高 这里呢明显的是在谈一个生意机会 这里是全球以十亿为单位的 直销市场的一个前景 网络直销市场的一个前景 其实我个人不是一个 对数字特别敏感的人 所以我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 我的感受呢就是 哦原来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人 接受这种模式了 哦原来我们如果在早期介入这个生意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分到比较大的一碗羹的 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 我对这些数据其实不是特别的敏感 但是我对这个东西比较敏感 我认为时机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大家经常都说俗了的一句话 就是说你的努力没有时机和选择重要 这个话因为被说俗了 大家听了不以为然 但是你真正想的时候 包括自己的个人经历 回想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好多事情 当它就是特别利于你的那个时候 它往往都是 其实真的就是 时机和选择做对了 如果你这个时机和选择不对 你努力越大 你越朝反方向走 所以我们就说 为什么这个时机特别的重要 那么我们公司呢 其实是特别是我们华人市场 因为英文市场我们不可同日 而英文市场已经存在了十几年的历史了 对吧 我们华人市场 真正大家捏成团 坐在这听课 可能也就是从今年一月份开始 有公司主持的会 当然我们的各级的领导人 也非常的努力 在自己的这个团队的范围内 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和努力 那么真正我们公司华人 拧成一股劲 坐在这听课 也就是今年一月份才刚刚开始的事情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属于早期介入的这一批人 但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 虽然华人市场很小 我们市场占有率的前景很大 但是呢 公司是处于稳定期了 我们公司已经有这么多年的历史 产品也很有科学背景 也被诸多的人认可和接受 所以公司是处于稳定期 但是我们华人团队的未来的前景 却真的还是早期的一个介入期 大家想一想 有一点点直销背景的人 都会想一些那些直销大的 其他公司的直销大恶门 他们早期介入的这些人 他们的收入是什么 然后他们当时的产品 是不是有我们产品这么强的背景 这么好的回头率 对吧 这么多的这个见证 他们其实都没有 就说这个世界上 还是没有后悔要吃 只有我们早期 像今天坐在这儿的这些人 已经认清了这个生意了 坚定了这个生意了 那么你才能有可能 成为日后 坐在我们生命优势公司 华人宝塔顶尖上的那个人 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简单的一个数据 你看一下 我们预计在三到五年内 我们北美的华人市场份额 我们现在单单说的 上面是美国 下面是加拿大 因为我们现在是 北美市场的汇 四千万美金 听上去并不多 对吧 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 大家都知道 我们华人在美国的购买力 是非常的高 为什么这么说 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 一个家庭只有五万多块钱 我们华人的平均收入 已经超过了七万八千块 我们有强大的购买力 而且呢 我们有储蓄 我们有生意头脑 更何况来到我们北美的人 从中国千辛万苦 到中国来的人 那都是经过过滤的精英 如果我们每个人不是揣着梦想 有着这样的 克服艰难困苦 作为第一代移民 第二代移民 没有这样的决心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各位 都是被历练过的人 都是精英中的尖子 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真的太容易了 其实你仔细算一下 这不过是四个pro10 一年的收入 八个一年的业绩 八个pro9一年的业绩 这在我们几千个华人当中 难道还出不来这么几个人吗 所以当你把这个数字 分裂开看的时候 它是一个特别容易达到的目标 而且大家想一下 这个就是公开的 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 公司的奖金配出比 是在48%到50% 也就意味着 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各位 等业绩达到四千万美金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从中分一碗羹 那你介入的越早 越早的占领这个市场 你分的这碗羹就越大 这个很容易理解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特别是对这些新朋友来看一下 作为我们LifeVantage的经销商 在不同的等级 你的年平均收入 月平均收入 和月最高收入 都在一个什么样的百分比上 大家可以花时间稍微看一下 在这里呢 我想就是利用大家在看的时间 跟大家说 之前我也提过的二八定律 就是说 每十个人当中 做一件事情 总是有两个人 可以做得特别的出色 出类拔萃 总是有八个人 是平庸的 或者一点业绩都没有 那这个二八定律呢 是适用在所有的事情上 所以 当你的收入还不可观的时候 想一想 那个成功的两个人 当你还在抱怨 这里不足 那里欠缺的时候 时间不够的时候 想一想 为什么那两个人 可以成功 事情永远都比表面上 看起来简单 事情永远都比表面上 看起来复杂 对吧 每一个个体 当你总是在强调 自己的各种困难的时候 各种不如意的时候 你就很自然而然的 这个事情的趋势 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了 如果多想一想 别人能够做到 为什么我做不到 我缺在哪 我要从哪补的时候 你就离这两个人 越来越近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华人当中 不是二八定律 我觉得我们华人当中 应该是八二定律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座的人 当中80% 都能够拿到这个月平均收入 肯定20%以上的人 可以拿到这个月最高收入 这个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就是说这个是真真实实 公司的人拿到的奖金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 参杂任何的东西 确实就是这个金额 大家看一看 不管你是想part time做 还是想全力以赴的做 那么都是一个比较优厚的回报 这些收益模式 我就不想再跟大家多赘言了 如果你不懂的话 欢迎你跟你的上线领导人 或者是介绍您介入这个生意的伙伴 进行一个沟通 这里我想说的是 全球分红 全球分红呢 只有你达到了七级 经销商的时候 你才有全球分红的权利 那么这也是真正我们开始 积累财富的开始 所以前面的小钱 大家都看着 对吧 我们也需要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在座的各位的目标 都要做精英经销商 这样你才有全球分红 一份稳定的收入 这里我想跟大家说的呢 就是传统的人生轨迹 和你加入一份 值得花时间的生意的人生轨迹 大家真的试想一下 我们每个人在前20年的时候 小的时候是被父母支持 然后进入上学学东西 进入公司了以后呢 又被上面的领导 上面的前辈支持 其实真正我们可以支配自己的 只有大概40到50年的时间 可以支配自己的人生 然后你70岁之前 身体基本还是健康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又被各种的困扰 有孩子 上有老下有小 危机中年 这个时候呢 你就在拼命的还要攒钱 为你日后老了以后做打算 对吗 然后你真正70多岁以后 孩子都离朝了 如果好的话 还有个老伴在身边 如果不好的话 可能老伴身体不好 也掀你而去了 这个是人的时候 你在没有这个 然后手中比较拮据的时候 真的这个晚年是很凄惨的 为什么我老是想这个事呢 是因为我家隔壁邻居 就住了一个90多岁的老头 这个故事呢 我跟在座的很多都分享过 这个老头呢 他确实他90多岁 他因为他之前做生意 积累了一笔财富 他的孩子们还经常来看看他 但是他也很寂寞 抓着人就想说话 然后别人还听不懂他支支吾 还听不懂他说什么 口齿不清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的孩子还会经常来看看 你很幸福 比起很多人来都很幸福 因为他不用去住老人院 他有人定期在家里看护他 他说 他说因为我手上还有钱 我就听了觉得特别的凄凉 我说为什么你有钱 你的孩子来看你呢 然后他自己也是这么理解的 其实话说回来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 每个人孩子党大之后 他也有他的事业 他的家庭需要去照顾 然后作为老人呢 你也不希望他为了你的身体 和看护你花费太多的时间 那我们能做的 就是在我们40到50年 这样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无非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寻找第二份的收入来源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 真正去live life 甚至可以早一些退休 在年轻的时候 还可以跟亲爱的孩子们 和爱人一起享受生活 所以这个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我们生命优势公司呢 就是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资助了13家 还不14家 这样的非盈利组织 现在呢 我们的life advantage legacy 也就是帮一些贫困的国家 在建房子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我们也是在申请非盈利组织当中 所以呢 小爱大爱和健康 是我们公司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也希望我们的华人经销商 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社会责任感 能够成为我们资助的 资助团体当中的一员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永远不要只依赖一份收入来源 花一些时间和努力 创造第二收入来源 这句话呢真的是发自肺腑的在说 为什么呢 哪怕你不做生理优势公司 不做life advantage这个平台 你认为好很好 但不适合我也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大家今天可以带走 一个想法的话 能够植入你的心里的话 请记住这一句话 永远不要只依赖一份收入来源 花一些时间和努力 创造第二收入来源 时间金钱 时间它不是一切 金钱也不是一切 但是没有了时间 金钱和健康 是万万不能的 好 现在呢就是说 感谢大家 还是一个人都没有少 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 就想流着泪 把这课讲完 有一些公司的一些更新 前面听到一些经销商会说 我们XCO是好东西 但那个盒子一寄到的时候 就压得特别扁 不好看 那也是应我们经销商的这个呼声吧 我们有新包装面试了 就是是一个塑料袋的包装 但是远远比塑料袋听上去要好看得多 这里为什么呢 我没给大家发图 是因为我想鼓励大家 你们订一份XCO 试试看 试试这个产品 看看这个包装 一定会 如果你没用过的话 真的是出乎你的意料的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有些伙伴 我最近还是会收到 就是我们Protandum 只有Protandum的套装的 这样的一些信息 那我这里呢 再给大家说一遍 我们有两种 只有Protandum的套装 货号呢 就是1200US 这个呢 是什么呢 这个是有16平的NERF2 16平的NERF1 另外呢 还有两张 参加公司大会的门票 这个是一个 再一个呢 还有就是有32平的NERF2 32平的NERF2 它的货号呢 是1255 也是有两张 大会的门票 售价呢 是1200块 加税 然后还是1000点的 40%的 enrollment的这个奖金 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样购买这个套装呢 你需要先购买一个 启动套装 有了经销商号码之后 再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 进行订购 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 但是有很多人可能比较新 所以我在这里 再花一点时间强调一下 最好的呢 就是 还是我们现在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了 这个 换灯片换过来了 最好的呢 还是我们这个新人奖励 达到二级和三级的700块的新人奖励 我们是把它保持到9月31号 所以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利用 这次的奖励计划 让我们团队的伙伴 新人伙伴 可以快速的在90天内实现第一笔收入 我们经常说的retention rate 经常说怎么把人留住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你把钱放到人家口袋里 人家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这个平台 是确实是一个可以为他创造财富的平台 你这样你赶他走都赶不走 所以呢 要保持这个retention rate 好好地把这700块的现金奖励利用起来 即使是就是说 大家可能很多人 我相信再多的99%的人 都不缺这700块钱 但是呢 这700块钱是一个好的开始 对吗 我们只有把这个地基平台打扎实了 才能把这个高楼大厦建得高 那90天的启动 新人启动非常的关键 所以好好利用 很简单 就是你7级达成2 7月达成2级可以拿100块 8月保持再给你100块 对吧 8月达成3级250块 9月达成3级250块 那如果你这个能力特别强 你一个月啪达到3级 第二个月啪保持 那你就一下700块钱 对吧 是很简单的 更何况如果你是白金套装进来的话 你一进来就已经有1000点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机一定要把握好 另外呢 就是我们在座的新的经销商 如果其实你加入前六个月 你都有机会获得木马人的这个跑 这个叫什么 越野车 我们华人团队当中 有太多的人已经拿到了 所以就是说 有时候你看到一些事情遥不可及的时候 你看看那些做到的人 其实他真的我觉得 没差多少 差的是什么 差的是信心 努力 还有时间 我记得就是前面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台湾的一个专门做直销杂志的一位女士 他说过的一句话 如果你能够像做你朝九晚五的一份工作 每天拿出八个小时来操作现在的这个直销生意的话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乐 每个人都可以成功 可是我们总是因为这个事情呢 他就是说属于一个没有压力的 你可以办职业化的状态下也做的事情 所以呢 你总是把这个事情悬在那里 就是没有吃了秤坨 沉下心 把这个生意认识好 坚定决心做下去 所以很多事情 也不单是这个平台吧 很多事情 我自己回想一下 我都有很多这样 当然没有后悔要吃 如果当时把握住了机会 沉下心去 把这个事情贯彻下去 那我今天又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设想一下 如果在三五年之后 你不想让自己去吃下这颗后悔药的话 今天我们要花多少时间 要不要做这个事情 如果你们对这个 怎么拿车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向你的介绍人 和上线领导人咨询 啊 最激动的部分到了 是我们的爱尔兰的奖励旅行的细则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会上的 所有的伙伴都有可能达标 特别的不难 我们的目的是想让大家 你知道吧 公司每次出这种奖励旅行的时候 目的就是想让大家去 去了以后呢 就会感觉到 这个平台 我可以跟家人一起 共享美景 然后我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不但赚了钱 还有旅游 还有家人一起分享的时间 那就是我们说的公司也达到了他的保持这个 白金有一定的点数 白金有一定的点数12点 黄金10点 白银5点 优惠客户2点 那么这个加盟套装的点数呢 我们是有400 400点的限额 就是说你所有的点数 比方说你1000点合格的话 你有400点 是来自加盟套装 超过400点的这个加盟的套装的这个点数就不算了 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呢 就是个人晋级 你的直接新招收的伙伴的晋级 还有级别的保持 你都是可以拿点数的 最最最最最吸引人的是 如果你参加2018年的国际年会 你登记了 并且参加了 马上送你100点 这个点数太可观了 相当是你合格点数的10%啊 这个这个真的是希望大家 大家能够把这个利用起来 这个送等于是白送你100点 另外我们精英经销商呢 也是有额外的一个奖励政策 也就是说 每月在您最强的一条经销线之外的线 业绩每增长5万点 就奖励你250点 所以我们这个基数呢 是2018年的6月 为最终的基准 如果我们精英经销商 对这个有详细进一步想要了解的话 你也可以跟我联系 我们跟你在细节的探讨 那么这里呢 就是说你达到什么样的级别 怎么样保持 能够拿到多少的点数 这里都有详细的说明 我会在后期呢 把这个东西哈 发在我的朋友圈里 这样每个人随时都可以来检查 而且这个前90天 你看你要是前90天 完成两级和三级的话 公司一下就奖励你90点 再加上参加年会的100点 这一下200点的任务就完成了 10个月就是前90天 你200点的任务一下就完成了 所以还加上你的晋级点数 另外还有30点 所以就是120点 保持对吧 你保持你每一个是保持两个月 这就是20点 140点 这就一下就140点 所以你看是非常慷慨的 这个点数的赠领公司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不同的等级 在点数上面会有不同的奖励内容 另外还有现金的奖励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后期呢我会发到我的朋友圈里 当然 当然 当然今天我已经讲了很多了 最后呢 是我对大家发出了一个请求 发出一个请求 这个我是 我愿意诚恳的帮助大家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诚恳的帮助我 大家怎么帮助我呢 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生命优势公司 10月24号到10月27号的年会 这个年会呢 大家说小了 是来获取第一手的信息 感受公司的气氛 让你的团队伙伴能够坚定 做这个生意的信心 说大了 其实就是要向公司展示一下 我们华人团队的力量和基础 让公司能够花出更多的资源 来支援我们的华人团队 这些资源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对华人团队晋级的 特殊表彰 包括我们市场资料 有更多的中文 包括我刚才提到 我要为大家努力的 这个生意小助手 这个APP 要马上出中文版 包括我们要马上出 中文加拿大和美国的 中文的website 包括我们有诸多的视频 大家可以拿出去分享的 要加上中文的字幕 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座的各位 来展示 来到年会 展示我们华人的规模 我们的销售能力 我们的经营能力 这样公司才能够听我的话 给出我们华人更多的资源 我们经常会说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这里所说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格局 希望大家不要去为了一些琐事 来放弃参加国际年会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只有这个机会 你才扩大你的格局 能够帮我们华人将来在公司资源占用上享有优势和一席之地 我们是在贡献力量的 更何况我们还可以马上拿到100点的爱尔兰的积分 这里呢我也向公司获得了支持 那么前50位登记了国际年会的中国朋友 华人朋友 我们免费要送礼物的 是送一件衣服 我们统一的衣服 那么后来的人呢可能就是需要你来购买了 但是我真的是希望 争取做那前50位 各位在座的 我们要把我们华人的这个正式在国际年会上展现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别的就不想赘言了 就想以这个来结束吧 有朋友问大概就是达到这个Paysetter 领跑者拿700块需要多少点数 请你去参照我们公司的website上面 达到二级和三级是1000点和2500点每个月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拿到领跑者的奖金 如果你还不太了解其他的等级的需要的销售额的话 也欢迎你参照公司网站上 我们是有一个这个叫奖励计划表 可以去看一下在那里 好了我想今天的会呢就开到这儿 本来我是想留一些时间 让我们去了金银年会的这些领袖们进行一下分享 可是今天我觉得特别的晚 大家又是牺牲了和家人共度的时间 来到我们会议上 一直到现在啊 这个会议上从我开始讲 没有一个人离开 非常的感谢 大家虽然看不到我 我想给大家居一躬 欢迎大家来支持我们华人团队 支持我的工作 来到生命优势国际年会上 还有朋友在问问题 好的 今天我已经录音了 所以没有问题 这么准备 谢谢 然后 谢谢大家